这个是一个巨大发展 我们认为是一个巨大发展 这个宇宙最有趣的部分 这个宇宙的巨大发展 这个奇妙的研究 我们在宇宙放在宇宙 是找到什么我们没有想到 那我们不能解释 因为这意味着 我们必须改变 宇宙的理论 大爆炸理论 一直是解释 我们起源的宇宙理论的巅峰之作 但是詹姆斯 微博望远镜最近的发现 却挑战了这一理论 著名物理学家 尼尔·德格拉斯 泰森表示说 微博望远镜捕捉到了个 神秘的前宇宙的黑洞 这个以前宇宙的黑洞 创造了我们现在的宇宙 看来 我们对宇宙的看法 可能真的要大改变了 但这变化会有多疯狂呢 我们一起探探吧 微博望远镜的这个大发现 可是把天文学家们 搞得一头雾水 天文学家们现在在想 是大爆炸理论搞错了呢 还是在测量时出了岔子 咱们一起来探探这个谜底 想象一下 过去一百年里 科学家们最酷的一件事 就是提出了热大爆炸理论 简单来说 这个理论告诉我们 我们眼前这个宇宙 其实是从一个更热 更密集 更均匀的小点点开始的 最开始人们觉得这理论 像是宇宙膨胀故事的替补队员 但到了1960年代 随着原始火球的发现 这个理论就像是 打了一针强心计 现在它甚至被看作 宇宙微波背景的一部分了 半个世纪多来 大爆炸理论就像是 讲述宇宙起源的头号故事 而且大爆炸前还有个膨胀时期 就像是为这个整个故事 做铺垫似的 但无论是宇宙膨胀 还是大爆炸 这些年来都挑战不断 而现在 微波太空望远镜 又给我们带来了新挑战 微波望远镜 给宇宙的故事 加了新的喜马 它发现的早期星际 居然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大 这可真是 让我们得重新思考 宇宙是怎么一回事 微波望远镜揭示的 这些大质量的早期宇宙星系 似乎在暗示我们 是时候重新评估 我们对宇宙结构的认知了 这些发现和现有的天文模型 不太大调 虽然微波太空望远镜 开工还不到两年 但它已经让我们 对大爆炸后最初的几亿年宇宙 有了前所未有的新认识 微波太空望远镜 通过它那超厉害的 红外感测器 竟然锁定了宇宙早期的 六个超级巨大星系 这要是真的 咱们对星系是怎么诞生的看法 可能要大变扬了 这一发现 还登上了自然杂志 用微空望远镜收集的数据 科学家们勾勒出了 一百三十亿年前的宇宙 那时候宇宙的年龄 才是我们现在宇宙年龄的 百分之三 但奇怪的是 这些星系 怎么这么快就出现了呢 想象一下 宇宙诞生大事件后的 五亿到七亿年 这些星系已经展现出 和我们一百三十亿岁的 银河系一样的成熟度 在这些星系里 有的星体质量甚至达到了几十亿 倍太阳的质量 有一个潜在的巨兽 它的质量更是达到了惊人的 一千亿倍太阳的质量 而咱们的银河系呢 才六百亿倍太阳的星体质量 也就是说 这些星系比我们的银河系 还要大得多 科罗拉多大学 波尔德分校的天体物理学家 埃里卡尼尔森 这项研究的合作者也表示说 这种大块头的迅速出现 让人摸不着头脑 按照传统的理解 宇宙早期应该不会这么快 就形成如此大质量的星系 这个意外的发现 挑战了线性的宇宙学理论 那些理论认为 星系是慢慢 从小恒星和尘埃团促发展起来的 但这个理论 怎么解释这些新发现的大块头呢 该研究首席研究员伊沃 洛布都在质疑 这些星系是怎么看起来成熟的这么快的 这个发现 真的是打破了传统观点 颠覆了宇宙巨星系 发展需要更长时间的尝试 天文学家们 甚至把这些星系称为宇宙破坏者 因为他们真的在挑战和重塑 我们对宇宙演化的理解 这个宇宙破坏者的称号 看来颇为名副其实 来自英国诺丁汉大学的天体物理学家 艾玛查普曼 对这个研究成果评论说 如果这些大发现真的靠谱 我们对早期宇宙的看法可能要大改 想想看 大爆炸附近就有巨大星际 这可是在挑战我们一直以为的黑暗宇宙时代呢 暗示星系们可能比我们想的还要早就开始亮晶晶了 不过在我们兴冲冲的开始考虑改写宇宙史之前 研究人员提醒我们得小心一点 这些星系里可能藏着超大质量黑洞 那些看起来像星光的东西 其实可能是被黑洞引力吸引的气体和尘埃 有天文学家也评论说 早期黑洞怎么形成和长大的 现在还是个大谜团 这些星数据不是在跟宇宙学过不去 而是在呼吁我们去理解 这些星系是怎么形成和扩张的新物理学 要想证实这些发现 研究人员考虑用光谱学的大招 通过捕捉这些天体的光谱图像 它们可以揭露这些星系的年龄 早期宇宙中的星系展现出显著的红移 意味着它们发出的光 在前往地球的路上被拉长了 红移值越高 光拉得越长 说明星系离我们越远 年龄也更大 光谱学可以帮我们搞清楚 这些被标记为高红移候选体的天体 是不是真的像看起来那样古老 还是其实是来自更近的宇宙时期 本质上呈红色的星系 天文学家们强调说 要确定这些发现 还需要更多观测呢 不过他们也暗示了 不管结果怎样 这些已经发现的大质量星系 本身就是个超级大新闻 在宇宙这个年龄段 恒星的质量可能比我们之前 估计的多达一百倍 就算检测样本数量减少一半 也是相当惊人的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迈克尔 变成了新恒星 柏伊兰·克尔辛说 有很多好证据显示 早期宇宙中物质的分布 是从宇宙微波背景来的 他计算普通物质 应该转化成多少恒星 才能跟微波望远镜探测到的 那些大质量星系对得上 他的结论是 几乎所有的原子 都被用来形成恒星了 但他也觉得 这种接近百分之一百的效率 几乎不可能 说来说去 现在的宇宙形成恒星的效率 也就百分之十 麻省理工学院的马克 沃格尔斯伯格评价说 博伊兰·克尔辛的这篇论文的 理论分析很靠谱 计算也很稳健 因为基于最少的假设 但这是不是意味着 得推翻Lambda CDN呢 博伊兰·克尔辛 并没完全否定它 他说 目前没有其他理论 能跟Lambda CDN比肩 所以考虑用别的东西替换它 还是最后的选择 但这其中 还有没有其他可能的解释呢 明尼苏达大学的海力 威廉姆斯带头的团队 发现了个超吸引人的早期星系 这个星系 仅在大爆炸后五亿年就出现了 他们也是 靠着微薄望远镜的超牛技术 才能看到这个星系的微弱影子 多亏了引力透镜放大的魔法效果 威廉姆斯特别指出 这星系的恒星形成率 比后来时代的星系要高出好几十倍 虽然他承认 这星系的质量比博伊兰·克尔辛审查的那些要小 但他猜测 这种疯狂的恒星形成速度 可能也适用于在类似红异的更重的星系 但博伊兰·克尔辛保持谨慎 考虑到这星系只有105光年宽 比点星星系小多了 他怀疑这其实可能是个球状星团 在解决宇宙学模型的紧张关系上 有个替代方案是调整Lambda CDM模型 提出的早期暗能量模型 建议大爆炸后立即改变暗能量的行为 这个调整能解决哈勃常数的差异 为了跟其他观测结果一致 这些模型需要早期宇宙里有额外的物质 博伊兰·克尔辛算出 在这种情况下 早期星系中的物质密度会增加三倍 这就减少了达到相当结果所需的 超高效恒星形成的需求 但的早期暗能量模型 模型认为宇宙只有130亿岁 跟其他测量出的137亿岁有很大差异 还有另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是 天文学家可能把一些星系的光 误认为是恒星的 博伊兰·克尔辛更倾向于认为 这些光是来自环绕超大质量黑洞的光盘 他觉得这是最有可能的情况之一 到目前为止 天文学家只看到了这些星系中的少数几个 他们警告说 这些在天空中只占四分之一百万面积的星系 可能并不代表整个宇宙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乔尔·莱加 虽然没参与这项研究 建议通过全面的统计调查 观察到的紧张关系可能会消失 不过疑问还在 这些真的是遥远的星系吗 亚里桑那大学的彼得·贝鲁奇 也没参与博伊兰·克尔辛的研究 他指出附近的低质量星系 可能看起来像遥远的大质量星系 确切的结论还需要更多测量 关键是 这些星系还缺少光谱测量 这才能揭露它们的真实距离 让我们找到黑洞的迹象 迈克尔·博伊兰·克尔辛等不及要看即将到来的数据 他说 在几年内 甚至更短的时间里 这种情况的严重性将变得很明显 但在我们等这些数据的同时 天文学家们提出了各种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 有的天文学家认为 可能有一个我们不知道的机制在起作用 如果假设早期宇宙中可能存在大质量黑洞 这个谜题可能就解开了 这个假设能帮我们解释 为什么望远镜调查中会发现大质量兴起 但问题是 早期宇宙中怎么会有这么多黑洞呢 这就是诺贝尔蒋德主提出的一个非常有争议的理论的出现之处 想象一下大约140亿年前 所有现在或将来的东西都挤在一个超级密集的小点里 就像个宇宙版的压缩包 这个小点突然砰的一声爆炸了 然后就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宇宙 这就是大爆炸理论的简化版 但很多物理学家觉得137亿年时间不够长 不足以让超级复杂的东西 比如超新系团之类的形成 牛津大学的一位物理大牛就不太买这套传统理论 他想证明自己的观点 这位科学家靠着从宇宙微波背景辐射里找到的线索 这种辐射是在宇宙才30万岁的时候形成的 他提出了一个大大的想法 大爆炸不是开始 而是一个循环中的一环 这循环被称为咒 每一次这样的大爆炸都会开启宇宙的新篇章 2020年诺贝尔物理学讲得主 数学大神 黑洞专家罗杰 彭罗斯爵士也支持这个想法 他通过数学技巧证实并拓展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还深入研究黑洞 探索了密集物体如何变成基点 那个无限质量的点 彭罗斯在领奖时 再次强调了他的这个疯狂理论 他认为宇宙会持续扩张 直到所有东西都衰变完 然后又会有新的大爆炸和新宇宙的诞生 在一次采访中彭罗斯说 大爆炸不是起点 他之前还有东西 将来还会有 那么这位物理大牛是怎么支持他的理论的呢 他提出的理论叫做共行循环宇宙学 挑战了传统的大爆炸说法 彭罗斯声称他发现了六个叫做霍金点的热点 每个大概有月亮直径的八倍是已提出黑洞会发射辐射 并最终蒸发的大牛史蒂文 霍金命名的 这些热点似乎暗示了黑洞的存在 尽管在我们现在认为的137.7年宇宙年龄里发现 他们的几率很小 彭罗斯表示 我们现在的宇宙其实不是第一个 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他认为我们的宇宙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宇宙接力赛中的一棒 之前有宇宙 之后还会有 现在的大爆炸模型告诉我们宇宙是怎么膨胀的 但没解释为什么一开始宇宙就那么整齐华一 彭罗斯的想法是 大爆炸之前肯定发生了什么 使我们的宇宙从一个有序的低伤状态开始的 彭罗斯还说 我们的宇宙最终会膨胀到几乎什么都没有 就像个冰冷黑暗平淡无奇的深渊 他认为我们甚至可以观察到死亡的黑洞 这些可能是过去宇宙的遗留物 也可能正灵或尽的黑洞理论 彭罗斯在202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 提出了在宇宙微波背景中 找到的一些异常原型 温度较高的斑点作为证据 这些数据来自普朗克70千兆赫兹卫星 并经过了大约1万次模拟验证 2018年 彭罗斯在宇宙微波背景中识别出辐射热点 作为蒸发黑洞的潜在结果 2010年 彭罗斯和瓦西 戈兰的一篇论文提出循环宇宙学 主张宇宙微波背景中的均匀温度 环是前一个宇宙中 相撞黑洞的引力波特征的结果 黑洞泄露辐射并消除物质 它们有助于降低伤 随着宇宙接近膨胀的结局 剩余的黑洞将蒸发或合并 恢复秩序 这导致类似大爆炸的状态 使时空几何从目前的参差不齐状态停滑 根据彭罗斯的模型 在宇宙无法进一步膨胀后 新的周开始 它将崩溃成一个高度有序的系统 并触发下一个大爆炸 彭罗斯反对传统观点 即宇宙微波背景温度变化应该是随机的 他和戈兰在NASA的VAP卫星数据中 发现了12个同心元 这表明了先前咒的引力波的证据 如果彭罗斯的共行循环宇宙学得到验证 意味着我们的宇宙是可能无限的咒之一 消除了大爆炸前驱的需要 尽管存在争议 如果这个假说准确地挑战了宇宙学界的传统观点 将具有重大意义 批评者强调 在一个咒中将无限大的宇宙 与下一个咒中超小的宇宙调和起来的困难 这需要粒子随着宇宙的老化而失去质量 你觉得彭罗斯的理论有道理吗 请留下你的观点 如果你喜欢这个话题 别忘了点赞和订阅 以免错过有关新科技的精彩报道